说到校长王思聪大家都不陌生,作为早期知名网红王思聪曾一度活跃在娱乐圈一线,每当有各种娱乐消息时,王校长都会第一时间发表看法,甚至被大家称为娱乐圈纪委,不过今年的王思聪就低调很多,由于受到失信影响,王思聪几乎是很少公开现身,并且在网上怒对别人的次数也减少, 因此王思聪的热搜相比往年减少很多,不过近期有网友在某街头偶遇王思聪,可以看到依然派气十足,从网友晒出的图片来看,王思聪应该是从某个娱乐场所出来以后,在安保的护送下直接进入红色豪车,随后驾车离开,虽然这种状态是王思聪的常态,但王思聪的装扮还是引发众人热议, 从照片中能看到,王思聪是穿着拖鞋现身街头并且坐上豪车的,向来并不怎么喜欢注重自己外表形象的王思聪,这次依然很潇洒,穿着拖鞋坐豪车,在富少圈内几乎很少有这种风格的, 以王思聪的日常性格来看,也不足为奇,对于王思聪很多人的印象除了娱乐圈纪委外,还有绿领埃及夺冠的老板身份,的确他在电竞圈为中国电竞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, 即便王思聪各种负面消息不断,但王思聪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该被抹去的,如今的王思聪已经逐步脱离困境,相信接下来他还能在电竞方面以及自己喜欢的事业方面更进一步, 对于王思聪来说也需要摆脱一些负面消息的影响,每年伴随王思聪的话题除了热搜就是身边的美女,前段时间和田筹分手后引发一波热议, 从每位女友的面相颜值来看,这么多年来王思聪的口味几乎是没有变化,包括这次网友街头偶遇王思聪,穿着拖鞋坐豪车这种装扮也是没谁了,不少人都吐槽,真的是贫穷限制想象, 看来王思聪的确是有一套的,期待接下来王思聪能在电竞事业方面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成就, 其实依然有很多电竞粉丝在等着他,对于王思聪如今的状态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你们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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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